羊犬特产有平定黄瓜干,羊犬铁锅,西茴小米,平定金花蜂蜜,仙人红薯等。 平定黄瓜干主要产于平定线后沟,河头两村,明洪五年间开始生产,以清脆爽口,香醇味后,食用方便而受到人们的青睐。 清朝被定为进贡皇室的物品,享有龙金之欲。 羊犬铁锅以食不变味,袖不脱皮,色泽光洁,边缘整齐,壁厚均匀,油炸不裂等优点而著称于市,其主要有沙姆锅和广锅两大类。 山西省杨泉西茴村地处太行山中部,气候温和,四季分明,小米一直是村里的传统作物,并且以口感好著称。 在基地及周边无三肺污染源,生态环境良好。 平定金花蜂蜜的简称,也叫金条蜜,是四大名蜜之一,也是我国大宗蜜园中每年最稳收的蜜品之一。 仙人红薯产于山西省杨泉市鱼县仙人乡,由于仙人乡海拔低,机温高,沙土地透气好,这些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成就了仙人红薯的优良品质。